跌攻期的泰森到底有多猛 看一下今天的这场比赛 1986年20岁的泰森一共打赢了13场比赛 今天的这场比赛发生在2月16日 对手就是当年的超级重炮手杰西·弗格森 那时候泰森的教练还是凯文·鲁尼 鲁尼秉承了达马托的拳击哲学 他是拳击界公认的达马托的继承人 根据泰森矮小的身高量身定做的打法 灵活的步伐 头部和颈部保持一致 不停地晃动 躲掉对手重击的同时 打中致命组合拳 鲁尼说这样的训练有利于泰森在赛场上的一顿步伐 快速移动是泰森的制胜法宝 今天泰森的对手杰西·弗格森 也绝非等闲之辈 和泰森交手之前他打出了14身一副 10次KO的惊人战技 在当年那个血已虚浮的重量级拳台 杰西·弗格森也是叱咤风云的存在 和对手拼拳的时候 绝对也是制霸一方的狠角色 那么好 今天两个狠角色 同时走进类子 看看谁的拳都可以 下面是比赛时间 我建议大家戴上耳机 或者把音量调到最大 小柏哥带里面穿越回上世纪80年代 体验一下属于拉个连带的震撼 他会有时候运动 他会有很快的开始 一件事我们应该说 前面前的揭曰 这16-foot range 非常好看 比赛森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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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摩托博森 前面几回合 泰森就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前期福克森的防守反击 很难击中泰森 三四回合 泰森依然保持着前面几回合的频率 福克森在连续重击之下 心态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 打的也是越来越着急 甚至有点失控 泰森的场面教练鲁尼 让泰森继续保持移动 尝试扩大战果 胜利很快就会到来 泰森 二 sonra 泰森 三藤 三هاح 福克森 exzkop 泰森 大战 use for the first 捷奇福克森叫做人肉大厦瞬间倒塌 至此 二十岁的战争拿下了十八场严肃 十八次KO对手 看格斗来小北格斗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我是你们的小北格 喜欢小北格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